不久前,阿南德访问台湾,就已经发出示警,警告台湾这段时间要小心。 有印度神童之称的占星预言家阿南德,因为受到六日亚洲区块链高峰会的邀请, 首次来台,对于台湾未来的运势以及两岸关系,他亲口指出, 2028年到2032年,是关键时间点,至于被质疑第三次世界大战预测失准的问题, 他也直接坦然表示,我不是神,现年18岁的印度神童阿南德首次访台, 对于台湾人民的价值观和友善,印象相当深刻,根据民事新闻网的报道, 他聊到台湾未来,表示台湾会一直存在,不管发生什么威胁, 我相信台湾永远会保持民主且强大,在2025年3月,南海可能会有冲突, 而影响台湾,也鼓励台湾人无需害怕,如果团结一心,建立和平,加强安全, 他确信可以避免全面入侵,再提到台湾经济, 他表示,2025年3月以后,台积电将会面临一些问题, 要小心谨慎,至于两岸关系,也指出,2028年到2032年,要非常小心, 那将会一段动荡的时刻,早在年初1月13日, 阿南德就预言会有大地震, 没想到台湾4月3日,发生规模7.2大地震, 余震持续发生,阿南德在影片中警告, 持续会有地震,火山爆发等天灾发生, 小心世界各国各有阴谋,毁灭性武器的测试, 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发生,受到火星、木星、月球与拉湖的大河下, 还有日全时影响,地球持续受到负面能量包围。 4、5、6月小心七件事,印度神童预言地震,地缘政治冲突, 1、2024年4月3日07,58,台湾发生规模7.2地震, 921以来最大,相当32颗原子弹, 2、2024年4月6日时, 30、美国纽约大都会地区发生规模4.8地震, 240年来最强,3、2024年4月7日, 美国、日本、澳洲和菲律宾在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北近海的南海海域, 举行首次联合海上行动, 中国南部战区同日也宣布, 在南海海域进行联合海空战备巡逻。 4、2024年4月7日,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承县发生5.4级地震, 5、2024年4月8日时, 25日本,台湾时间09, 25发生地震, 镇央位于北纬31.6度, 东京131.5, 也就是大鱼半岛东边外海, 深度40公里, 6、2024年4月8日09, 46台湾发生规模3.9地震, 累计已经发生19次地震, 2022, 2023预言地震, 重大意外重, 1、 印度神童曾经在2022年底, 警告地球隔年2月, 3月持续不平静, 会有地震发生, 而2023年2月6日凌晨47分, 土耳其南部与叙利亚边境地区, 发生规模7.8地震, 超过2.3万人死亡, 2、 印度神童也曾经在2022年底, 警告地球隔年有大事会发生, 而2024一开始世界就不平静, 先有冰岛火山爆发, 没想到2024第一天, 日本鹿尔岛火山爆发后, 石川县能登半岛, 发生规模7.6地震, 2024第二天日航班机, 竟然在羽田机场, 发生碰撞大火, 画面震撼全球, 日全时以及火星, 木星, 月球与拉湖大河像影响地球受到负面能量包围, 印度神童曾经表示, 不能忽略星象带给地球的影响, 受到火星, 木星, 月球与拉湖大河像, 持续让地球受到负面能量包围, 天灾, 地震, 人祸, 食安, 疾病不断, 提醒台湾, 美国, 中国, 日本等世界国家, 注意七件事, 一, 注意发生在水底的大地震, 结果今天台湾海域就发生了大地震, 二, 海洋政治冲突发生, 三, 警告新型有力量的毁灭性武器测试, 四, 恐怕会有世界大战发生, 五, 世界各国各有阴谋, 六, 2024年4月之后, 新的能量已经开启, 七, 世界会有短暂的和平, 印度神童警告世人小心十个危机, 一, 气候危机, 恐怖高温, 洪水, 干旱, 火山爆发, 地震持续在各地发生, 二, 战争危机, 地缘政治紧绷, 俄乌, 美中, 台海两岸, 以哈战争, 南北韩相对是世界不稳定的地区, 三, 通膨危机, 经济问题处理不当, 通货膨胀危机的负面影响是全面性的, 四, 粮食危机, 二十年之内, 人类要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注意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土地问题与冲突, 五, 健康危机, 人类吃太多, 还有不断的食安问题, 导致身体不知不觉变差, 六, AI危机, 明白灵魂是不能演算出来的, 小心人类变笨, 被机器取代, 七, 碳排危机, 碳排问题变本加厉, 是气球暖化的主因, 八, 人性危机, 消费主义盛行, 人类的贪婪, 不良政客领导人, 会加速世界恶化, 九, 地球危机, 人类为了经济活动, 已经严重破坏大自然, 十, 业力危机, 看不见的危机最可怕, 人类瞎忙, 身心灵低极化, 要相信有神, 尊重看不见的力量, 做好事消业力, 印度神童一直在倡导的实践是, 一, 神呼吸, 呼吸新鲜空气, 二, 晒太阳, 可以产生维生素地, 提高免疫力, 三, 吃蔬食, 尊重生命, 吃原形食物, 意思也指少吃海产, 五, 多喝水, 多喝干净的水, 不要喝含糖, 以及添加物饮料, 四, 多运动, 保持身体活力, 不要乘一滩死水, 六, 多冥想, 脑中不要太多杂念, 专注好事, 不举好磁场, 主动靠近你, 七, 健康力, 强健体魄, 增强健康, 提高免疫力, 八, 免疫力, 食安问题, 超加工食品问题多, 从只吃好东西强健体质, 九, 抵抗力, PM2.5空污严重, 要有危机意识, 全方位保护身体, 增加对抗疾病, 十, 消业力, 多说好话, 与人为善, 让在这一世抵消淡化业力的影响力, 403地震后震不停, 是愚震还是新地震, 现在民众普遍心存忧虑, 鉴于台湾地理特性, 活动断层密布, 且临近深邃海沟, 不禁让人揣测, 下一次强震的威胁, 何时会悄然降临, 近期, 社交媒体平台上, 更是充斥着, 未经何时的谣言, 诸如即将发生八级, 九级巨震的虚假信息, 以及打着科学旗号的, 地震预言文章, 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恐慌情绪, 针对这一现状, 地震专家强调, 台湾位于板块构造的交汇点, 地震活动频繁是自然现象, 地球作为一个动态平衡系统, 在经历大地震后, 断层错动释放巨大能量, 随之产生硬力调整过程, 这往往伴随着余震的频繁发生, 且余震的分布, 可能跨越震央的不同方向, 如先北后南, 特别是403地震后, 余震活动, 可能延续半年至一年之久, 期间需警惕发生5至6级地震的可能性, 然而, 专家也明确指出, 当前科学技术, 尚无法实现对地震发生时间, 地点的精准预测, 因此, 民众应避免轻信网络上的不实预测, 以免无端增加恐慌情绪, 相反, 更重要的是, 加强个人的防灾减灾意识, 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 至于台湾是否会遭遇8级以上大地震的疑问, 专家解释称, 地震的震级, 与断层的破裂长度密切相关, 台湾岛内, 多数断层长度相对较短, 因此直接引发, 8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较低, 但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周边海域的琉球海沟和马尼拉海沟, 由于断层长度更长, 一旦发生大规模错动, 确实存在引发严重灾害的潜力, 特别是琉球海沟, 已沉寂百年之久, 其未来活动情况, 值得社会持续关注与警惕, 主阵后往往跟着余阵, 民众并不陌生, 但像近期这般, 频繁发生大规模的地震, 不免让人心生疑惑, 这些是余阵, 还是又是新地震, 台湾断层多, 会不会是断层间彼此牵引, 诱发新地震, 气象署地震侧报中心主任吴建復指出, 当一处发生地震释放应力, 确实可能会影响到附近的活动断层, 但断层是否互相影响, 其实需要长时间, 严谨地断层研究调查, 吴建復说, 一般来说, 会以地震发生的时间跟地点判断是否为余阵, 当较大的地震发生后, 震源附近的地震活动通常会显著增加, 若是这些地震的震源位置, 破裂方式等特征跟主阵相近, 且时间序列接近, 就会将其视为余阵, 根据气象署地震预报中心的观察, 在403主阵后的19至20天, 余阵都集中在阵央北方, 发生超过900次余阵, 当能量逐渐释放完, 受硬力调整影响, 22日傍晚开始, 余阵的阵央往南移, 集中在寿峰乡, 凤林等地, 不到一天就有近200个余阵, 吴建復说, 地球是一个平衡系统, 403地震发生后, 因为能量释放, 硬力会降低, 另一边就硬力高, 需要硬力调整, 让能量均衡, 有点像是敲敲板, 当调整均匀, 稳定时, 地震就会慢慢平稳下来, 有学者认为, 22日至23日规模5至6的地震, 也有可能是附近不同断层系统被诱发, 中研院地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信化说, 观察22日后的地震, 与前一波的余阵不太相同, 余阵通常会越来越小, 但此次突然有连续规模6的地震, 且过去余阵的深度是15至20公里, 但22日之后的地震深度很浅, 只有5至8公里, 因此, 也非常有可能是附近不同断层系统被诱发, 对于余阵判断, 专家学者看似不同调, 黄信化解释, 其实余阵的定义松散, 主要是以时间和位置空间来判定, 狭义来说, 发生在同个断层系统的才会列为余阵, 但广义来说, 如果是临近小的断层被硬力调整, 诱发, 其实也能算在余阵范围内, 要知道每次地震, 是不是发生在同个断层系统, 需要研究跟调查才能知道, 黄信化说, 因此现在仍没有答案, 科学上来说, 每个断层都需要探勘研究, 才会知道奇运阵构造等, 余阵还要摇多久, 近日频繁地震, 民众震到不时自我怀疑, 是真的在晃, 还是心理因素, 民众也关心余阵到底还会持续多久, 吴建復说, 一般规模7.2强震, 半年到一年内都可能再发生余阵, 根据气象署提供的资料, 1999年9月21日地震后, 三个月内陆续发生许多规模4以上地震, 在一年之间, 仍有规模5、6的强震, 一年内共发生5000多个余阵, 吴建復说, 目前科学仍没办法, 掌握会有多少余阵, 也没有办法预估余阵, 还会持续多久, 只能从经验去判断, 吴建復解释, 从921经验来看, 中间产生的余阵长达一年, 但不是稳定衰退, 而是高高低低起伏, 中间会突然跳出规模5、6的余阵, 然后再衰退, 当然, 时间越后面, 余阵规模可能越小, 数量会趋缓, 但仍然不排除会突有规模5以上的余阵产生, 地震科普作家潘昌志 也提供日本雄本19世纪末, 地震发生频率图, 他说, 1894年, 日本地震学之父大森房吉, 就提出大森法则, 说明余阵发生频率, 会有衰减的规律, 虽然是规律, 但潘昌志说, 它并不是必然只会下降, 几乎都是会上上下下, 像是最下面那一条, 就是1889年8月到1893年12月, 代表余阵持续的时间非常的久, 所以这个尺度, 拿来看403地震, 其实还要走一段, 把时间轴再拉长, 才有办法确认这个趋势, 潘昌志说, 会有比主阵更大的地震产生吗? 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严洪源表示, 海岸山脉断层原先, 就是于较为破碎的状态, 近期花莲频繁地震, 纯粹是403地震主震后的余震, 在主震触发后, 后续能力释放产生余震, 地震中心主任吴建復指出, 目前研判403规模7.2地震是主震, 过去经验上, 应不会再有超过规模7的地震, 然而在311日本地震, 2022年池上, 关山地震都是强震过后, 发生一个更大规模的主震, 但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 用科学预测地震仍有未静之处, 因此正确观念应随时做好准备, 演练防灾,准备避难包, 中研院地科所黄信化则认为, 近期在发生超过规模7的大地震几率较小, 但规模5至6的中型地震是很有可能再发生的, 从现在的趋势观察, 未来的几个月将是观察重点, 民众仍需提高警觉, 地震规模与断层破裂长度有关, 引漠海沟若错动威力大, 活动断层错动会造成地震, 当断层破裂的长度越长, 表示地震的规模越大, 地表震动的强度也越强, 近期不少民众担心, 台湾有许多久未活动的活动断层, 如山脚断层, 眉山断层等, 若发生错位, 后果不堪设想。 在4月23日地震发生后, 也有媒体拼凑中研院地科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马国凤两年前访谈, 错误报道花莲米伦断层未来有规模8以上地震, 一时引起民众恐慌, 也凸显民众对地球科学的陌生。 事实上, 米伦断层, 不可能造成规模8以上地震, 原因就在于断层长度短, 中研院地科所副研究员, 黄信化说, 地震的规模跟断层破碎的长度有关, 花莲米伦断层长度并不长, 不可能发生规模8以上地震, 就算是整条断层带全破碎, 顶多发生规模6的地震, 一般民众可能难以想象, 地震释放的能量与断层破裂长度的关联, 台大地质学系教授王玉说, 当听到新闻报道一个瑞士地震, 规模3的地震, 大概就等同于一座台南都会公园这么大的面积的断层破裂, 王玉列举出不同地震规模大小, 对应到的断层破裂面积关系, 若是规模到8以上, 断层破裂大小大概等同于整个宜兰县加花莲县的面积, 王玉说, 台湾本岛陆地上单一断层造成的地震, 几乎不可能达到规模8以上, 除非是很多条路上断层发生连锁破裂同时产生地震, 但这种几率非常低, 虽然陆地断层的规模不会到8以上, 但王玉说, 大地震若发生在城市附近, 对居民的治灾性不小, 民众仍要提防, 而海沟形地震虽离城市较远, 但规模大一定全台有感, 且可能还会引发海啸, 除了对日本琉球群岛西侧的岛屿之外, 对台湾东部海岸与离岛造成威胁, 海沟形地震值得关注, 琉球断层于百年未活动, 黄信化指出, 会发生规模8以上地震, 风险主要来自海沟形地震, 例如1920年代, 琉球海沟曾发生规模8的地震, 由于琉球海沟非常长, 若整条断层破碎错动, 就有可能发生规模8级以上的地震, 王玉指出海沟是海洋中, 深度超过5000米的狭长沟槽, 其形成, 源于板块间的聚合挤压, 使得密度较大的海洋板块, 沉入地壳之下, 环太平洋地区, 包括台湾, 日本和中南美洲等地, 正是由于周围环绕着这样的海沟, 而频繁遭遇地震的侵扰, 特别的, 台湾海域的断层长度较长, 这意味着它们有潜力, 引发比陆地断层, 更为严重的地震, 谈及最令人担忧的海沟型地震, 王玉指出, 琉球海沟和南海马尼拉海沟, 作为台湾周边最近, 且潜在影响最大的海沟, 其动态尤其值得关注, 特别是琉球海沟, 自上次显著活动以来, 已过百年, 其未来的活动性, 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警示, 琉球海沟从日本四国九州南部, 延伸至台湾花莲与伊兰外海, 其历史记录中包括1920年发生的, 接近台湾的大规模地震, 震级高达7.8至8级, 转至地震预估与预警的话题, 中央研究院, 地球科学研究所的, 黄信华博士指出, 网络上流传的地震预言和警告信息, 纷繁复杂,既有基于科学分析的合理推测, 也不乏缺乏依据的预测, 他强调, 要正确看待这些信息, 就必须认识到, 地球科学在地震预测方面的局限性, 目前, 科学界上无法精确预测, 地震的具体时间, 地点和规模, 但已能进行地震发生概率的预告, 以及灾害发生时的及时预警, 最后, 他建议民众进行两种风险评估, 短期内, 鉴于403地震后的余震活跃期, 应检查家庭环境, 做好紧急逃生准备, 长期而言, 鉴于台湾位于地震带, 了解住所是否位于高地震风险区, 评估房屋结构的安全性, 是降低地震对生命威胁的有效手段。